公正党主席拿都斯里旺阿兹沙 昨晚主持公正党政治局会议后宣布 公正党接受伊斯兰党断交的最终决定 但并不接受对方所提出的分手理由 自认已经尽力维护两党关系 随着月亮和蓝眼正式分手 公正党也会退出吉兰丹政府 并指示吉兰丹公正党 立刻辞去丹州政府委任的所有职位 至于外界最关注的三名一党 水州行政议员的去留 王阿兹沙表示将等水州大臣 拿都斯里阿兹敏官方比利时回国后 再做定夺 他表示公正党接下来将调整脚步 与支持改革议程的希望联盟占有一起 全力备战第十四届全国大选